人工智能助力以色列军队转型 以色列国防军参加军事训练 在近日举行的以色列国防军信息 与人工智能战略研讨会上 以军高级官员公布人工智能推广与应用战略 该战略旨在为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人工智能应用计划 进一步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 外媒称 该战略表明 以色列国防军已将数据收集与人工智能技术 视为赢得未来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称 近年来 以色列国防部 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技术在军队中的应用 试图以此增加未来战场上的胜算 以色列国防军数字化转型体系架构部门负责人一来 比伦鲍姆表示 早期 以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战场 杀伤力并不突出 各军种在数字技术方面虽然各有所长 但条块分割现象严重 战争期间各部队收集的数据信息无法共享 在此背景下 以军于2020年启动数字化转型计划 旨在促进前线信息情报融合 并组建多维战部队 以应对新型战略、战术威胁 报道称 以色列国防军此次发布的 人工智能推广与应用战略 是其数字化转型计划的一部分 主要目的是指导乙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海量战场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 该战略提出 数据收集与分析 将成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核心内容 以色列情报官员表示 情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 可改变情报分析人员 与前线作战人员之间的合作方式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 掌握数据主动权的部队 在面对新威胁、新挑战时将变得更灵活 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会更高效 2021年5月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 以色列情报部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对来自加沙地带的电话、短信、摄像头 卫星图像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 从中提炼可用的信息 以色列空军凭借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 在最短时间内使用最合适的弹药 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以色列情报部门高级官员表示 这是人工智能技术第一次 成为与敌人作战的关键组成部分 基于此次冲突获得的经验 以色列国防部希望在全军范围内 系统性推广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以便推动军事前沿技术的发展 实现情报信息在战场上的实时传递 从根本上改变军队的作战方式 同时 以色列国防军官员也表示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人依然是重要的核心要素 他认为 人工智能技术 虽然可以帮助人摆脱繁重的数据处理工作 但在处理流程中 人仍是整个系统的决策者 监督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